其恶逢吞瘫 近瞻蒙作恶十月 凡一年有期 庄宗光圣神闽孝皇帝中同光二年 贾身 公元九二四年 春 正月 贾晨 幽州奏契丹入寇 至瓦桥 以天平均节度十里四元为北面行营兜昭逃使 陕州留后获燕微赴之 宣徽使李绍红为监军 将兵就幽州 孔谦赋言于郭崇涛曰 首座相供万机是凡 居地且远 租庸不输多留志 以庚图之 斗卢阁长以首书夹省库前数十万 先以首书是崇涛 崇涛微以讽阁 格据 奏请崇涛专判 租庸 崇涛故辞 上曰 然则谁可者 崇涛曰 孔谦虽九点筋骨 若具伟大任 孔不业勿望 请附用张献 帝即命照之 千迷失望 齐王闻帝入落 内不自安 遣其子行军司马张义节度使监视中纪言入贡 使上表称臣 必以其前朝其旧 与太祖比肩 客家幽理 每次照旦称其王而不明 更须 加纪言间中书令 遣还 是 内官不应居外 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君并私家先所处者 不以贵贱 并且一阙 实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 至世代及千人 皆给善优后 为之世人 以为父心 内诸私使 自天佑以来以世人代之 至世复用患者 静甘正事 继而复制诸道监君 节度使出征或流阙下 君辅之政 皆坚军决之 灵乎主帅 护士争权 尤氏翻阵皆愤怒 契丹出赛 照李四元玄师 命太宁节度使李少亲 则周次使董张树瓦乔 礼济言见唐甲兵之圣 归 与其王 其王一句 鬼丑 表请正翻臣之礼 幽照不许 恐千恶张献之来 言于斗鲁阁曰 前古戏事 一见利可伴耳 未都根本之地 故不众乎 新唐隐王正言操守有余 智力不足 必不得已 使之居朝廷 众人辅之 犹豫于专委方面也 格为之言于崇涛 崇涛乃奏 乃奏刘章献于东京 甲银 以正方为租庸史 正言昏诺 千利其义之故也 礼存审奏契丹去 复得新周 悟武 誓言铁 杜之 户部三思并立租庸史 尚遣皇帝存卧 皇子继及迎太后 太妃于晋阳 太妃曰 静妙在此 若相语俱行 遂时何人奉似 遂流不来 太后至 更身 尚出迎于何阳 新有 从太后入洛阳 二月 己四朔 上四南郊 大赦 孔千玉聚连以求魅 凡赦闻所捐者 千父争知 自是没有赵令 人皆不信 百姓仇怨 郭崇涛初至辩 落 颇受藩阵溃疑 所轻或见之 崇涛曰 吾未兼将相 路次聚万 起及外财 但以伟良之计 贿禄成丰 今河南藩阵 皆良之旧臣 主上之愁愁也 若聚 其义能无聚乎 无特为国家藏之私是尔 即江寺南郊 崇涛首县劳军前十万名 先是 宦官劝帝分 天下财富为内外府 周县上公者入外府 冲经费 方阵贡献者入内府 冲燕游几给次左右 于是外府长须结无余 而内府山姬 即有私伴交寺 法劳军前 崇涛言于上约 臣已倾家所有已所助大礼 愿陛下一出内府之才已赐有私 上莫然久之 约 吴晋阳自有处机 可令租庸年取已相助 于是取礼崇涛四弟金箔数十万一亿之 军事皆不满望 使愿恨 有离心意 何中节度 使礼祭林请却安逸 解献言 美祭书省客 吉卯 以祭林冲置至两时 却言使 心己 尽其王爵为秦王 仍不明 不败 郭崇涛之礼 少红样样 乃至内居使 掌具三思财富 以少红为之 既米其异 而少红中不悦 图使周县增一报之凡 崇涛为尖将相 赴额 以天下为己任 全谋人主 但兮车马田门 性刚及 御事折发 必性角求 多索催养 宦官及之 朝夕短之余上 崇涛恶万 欲智之不能 斗卢阁 为说常问之曰 焚羊王本太原人喜华音 宫是家燕门 起其之派也 崇涛阴曰 遭乱 王师谱 谍 常闻仙人言 上句焚羊是四尔 阁曰 然则故从祖也 崇涛犹是以高粮自处 多甄别留品 引拔浮华 礼器勋救 有求官者 崇涛曰 申之功功能 人们的寒素 不敢相用 恐为名流所知 尤是必性疾之余内 勋救院之余外 崇涛旅请以淑密使让李绍红 尚不许 又请分淑密愿使归内诸丝以清其全 而幻官傍之余 崇涛玉玉不得志 于所亲谋父本阵已必之 其人曰 不可 交龙失水 楼已足以致之 先是 尚欲以刘夫人为皇后 而有正非韩夫人在 太后素恶刘夫人 崇涛一旅见 尚已施不果 于是所亲说崇涛曰 恭若请立刘夫人为皇后 尚必喜 内有皇后之助 则灵患辈不能为患已 崇涛从之 于宰相率百官共奏刘夫人一正位中宫 鬼位 立位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皇后生于韩威 既贵 专务蓄才 其在魏州 至于新苏果如皆泛玉之 即位后 四方贡献皆分为二 遗上天子 遗上中宫 遗世宝或山姬 唯用写佛经 施尼施而已 适时皇太后告 皇后教 于智 誓交行于藩镇 奉之如依 赵采周次使诸情郡所水 通曹运 三月 己亥术 孰主燕进尘于宜神亭 久憨 君臣及宫人皆脱关陆继 喧华自自 知至告经照李归贞建约 君臣臣免 不忧国政 臣恐其北敌之谋 不听 以四 郑州延契丹将犯赛 照横海节度十里哨兵 北京左乡马军指挥十里从科帅齐兵分到位之 天平节度十里四元屯行周 少兵本姓赵 明行十 幽州人也 丙武 加高继兴兼尚书令 时封南平王 李 存审自已身为朱江之首 不得欲克辩之功 感愤 及亦甚 屡表求入境 郭崇涛一而不许 存审即即 表起生堵龙颜 乃许之 书 帝常语又五位上将军礼存贤守博 存贤不尽其计 必曰 辱能胜我 我当受翻阵 存贤乃奉照 谨仆帝而止 即许存审入境 必以存贤为颅龙行军司马 循日除节度使 曰 守博之曰 无不时言以 更须 幽州奏器丹寇心成 熏臣未灵患之禅 皆不自安 翻汗内外马步父总管李四元求解兵饼 必不许 自堂莫丧乱 尽身之家 或已告赤欲于族因 遂乱招募 至有旧书败生 职者 选人为烂者众 郭崇涛玉格其弊 请令全司经家考核 十难交刑事官千二百人 助官者才数十人 徒毁告身者十之九 选人或豪哭道路 或哪死逆履 唐氏朱陵先为温涛所发 更身 以公布郎中礼图为长安暗示朱陵史 皇子继及待张全义判六军诸位是 下 四月 己四朔 群臣上尊号曰昭文瑞武至德光孝皇帝 地遣克省十里言始于蜀 言圣称帝威德 有 混义天下之志 且言诸氏篡妾 诸侯曾无秦王之举 王宗愁以其与亲属 请斩之 属主不从 宣徽北院使宋光宝上言 晋王有平邻我国家之志 以选江练兵 屯树鞭笔 姬球梁 至战剑以待之 属主乃以光宝为子终观察使 冲武德节度留后 以害 家储王因监上书令 耕臣 四前宝义留后 获燕威姓名李绍珍 秦忠敬王李茂珍族 遣奏以其子祭言权之凤祥君辅士 书 安逸牙将杨利游宠于李继涛 继涛珠 常议意思乱 会发安逸兵三千数捉舟 立位其众约 前此路兵未长数鞭 今朝廷屈我被投之决赛 待不欲置之路周尔 与其报骨沙场 不若聚成自首 誓成富贵 不成为群道尔 因聚造公子成东门 焚略是四 节度赴十里纪科 监君张红座弃成走 立字称留后 遣将士表囚经节 照以天平节度十里四元为昭陶使 武宁节度十里少荣为部署 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运为马步都指挥时已讨之 孔千代民前 时已建孤长司 屡席周县都之 汉林学士成旨 权之汴周 卢智尚言 梁兆言为租庸史 举代诸脸 节怨于人 陛下格顾顶心 为人除害 而有思未改其所为 是照言复生也 今春双亥丧 简丝甚薄 但书正税 游据流疑 旷逸已称代 人何以堪 臣为是天子 不是租庸 是指未斑 省蝶贫下 愿早将明明 帝不报 汉主引兵亲敏 屯于厅 张静上 闽人击之 汉主败走 书 虎柳之意 灵人周扎为两所得 帝美思之 入变之日 扎叶建于马前 帝甚喜 扎替契言曰 臣所以得生权者 皆 梁教坊使臣郡 内缘栽皆 始处得缘之利也 愿就陛下起二周已报之 帝许之 郭崇涛建曰 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 皆因豪忠勇之事 今大公使旧 封赏未及一人 而先以灵人为次使 恐失天下心 以事不行 于年 灵人屡以为言 帝未崇涛曰 乌以许周扎以 始无残见此三人 公言虽正 仍当为我趋意行之 五月 仁淫 以俊为景周次使 得缘为献周次使 时亲均有从地百战未得次使者 莫不奋叹 以四 又建议大夫薛昭文尚书 以 为 诸道见窃者尚多 征伐之谋 未可惧惜 又 世俗久从征伐 赏给魏丰 贫乏者多 以以四方贡献及南郊献余 更加班赖 又 河南诸君皆良之精锐 孔见窃之国前以后利诱之 宜家收府 又 户口流亡者 宜宽瑶伯父以安及之 又 土木不及之意 宜家财省 又 请泽戏的牧马 勿使见荆姬民田 皆不从 勿深 赎竹前 李延桓 书 第一言入蜀 另以马是宫中真丸 而 俗法尽仅其 真其不得入中国 其粗恶者乃听入中国 为之入草物 言环 乙文 帝弩曰 王眼宁免为入草之人乎 言音言于帝曰 眼瞳癌荒纵 不轻正悟 是远故老 逆笔小人 其用事之臣王宗碧 宋光寺等 产于专字 独获无厌 闲于异味 行赏紊乱 君臣上下专以奢银相上 以臣官之 大兵一林 华解土崩 可翘足而待也 地身以为人 地以陆州叛顾 更须 照天下周镇无得修成郡皇 西悔房城之巨 人子 新宣武节度 使监中书令 翻汉马步 总管理存审足于幽州 存审出于寒威 长戒诸 子曰 尔父少提一件去乡礼 四十年间 未及将相 其间出万死或一生者非依 或古出足者凡百余 因寿以所出足 命藏之 曰 尔曹生于高粮 当之而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将入寇 甲银 以横海节度 使李少宾冲东北面行营昭逃使 将大军渡河而北 契丹屯幽州东南城门之外 鲁齐冲斥 会运多为所略 人须 以礼记言为凤祥节度使 以丑 以权之归义留后曹义金为节度使 石瓜 鲨鱼土拨杂居 亦金钱使监道入 供 顾命之 李四元大军前锋至陆州 日以明 伯军方定 张廷运帅挥下壮士百余被于欠砍城而上 守者不能欲 即斩官严诸君入 李明 四元及李少荣至 成以下矣 四元等不悦 丙吟 四元奏陆州平 六月 丙子 折阳立及其党于镇国桥 陆州城池高深 地命遗之 丙须 以武宁节度使 李少荣为归得节度使 同平章是 同平章是 留宿为 宠欲慎后 帝或使与太后 皇后同志其家 帝有姓姬 色美 长生子已 留后度之 惠少荣丧妻 一日 是 尽忠 帝问少荣 辱妇取乎 未辱求婚 后因止姓姬曰 大家连少荣 何不以此次之 帝难言不可 微许之 后去少荣拜谢 比起 顾姓姬 以兼于出公乙 帝为之 托吉不时者累日 仁臣 以天平节度使 李四元为宣武节度使 代理存审为樊汉内外马部总管 秋 西月 仁淫 书以礼部书许记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是 孔谦赴短王正言于郭崇涛 又后陆灵患 求租庸史 终不惑 异样样 鬼卯 表求解职 避怒 以为避世 将 至于法 谨进就知 得免 两所绝合连年为曹 仆患 贾臣 命又尖门上将军楼记英都辩 华兵塞之 未己 腹坏 更深 至危灾君于新州 契丹是其强盛 前史就地求幽州以楚庐闻尽 时东北朱仪皆一属契丹 为渤海卫福 契丹主谋入寇 孔渤海几其后 乃先举兵机渤海之辽东 遣其将 突累及卢文靖巨营 平等州已绕燕地 八月 悟尘 孰主已幼定远军使王宗厄为昭 逃马不使 率二十一军屯扬州 已亥 以长指马军使林思厄为昭 五节度使 树立州已被堂 租庸使王正言并封 恍惚不能致世 谨禁旅以为言 鬼友 以赴使 畏畏轻孔谦为租庸使 又畏畏大将军孔群为赴使 寻及赵英恒也 梁王 赴其姓名 千字是德行其志 众脸即征已冲地狱 民不聊生 鬼位 四千号风才善国功臣 必赴遣使者 李燕愁入属 九月 己亥 至成都 鬼卯 地列于近郊 十地旅出游列 从其商民何嫁 洛阳令何则赴于从伯 四地之 遮马建约 陛下赴脸祭籍 金架色江城 赴柔建之 使利何以为礼 民何以为生 臣愿先赐死 地位而遣之 则 广州人也 契丹公渤海 无功而还 蜀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愁�遗属主师德 与王宗必谋费力 宗必犹豫未决 更须 宗愁忧愤而足 宗必为疏密使送光寺 锦润成等约 宗愁教我沙尔曹 今日无换矣 光寺被俯伏弃谢 宗必子承斑闻之 为人约 无家难忽免矣 以卯 书主以前镇将军节度使张五为狭路应援招逃使 丁四 幽州言气单入 后 东 十月 新卫 天平节度使礼存霸 平庐节度使福袭言 蜀州多称直奉租庸使贴指挥公事 史思书不知 游吻归程 租庸使奏 尽力皆执下 是 朝廷故事 至斥不下之郡 牧首不专奏臣 今两道所奏 乃本朝就归 租庸所臣 誓为庭尽事 自今之郡自非尽奉 皆须本道腾奏 租庸征催意须叠观察使 虽有此事 竟不行 亦定言气单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修请责诸君骁勇者万二千人 志驾下左 右龙武不齐四十君 兵械给次皆优异于他君 以承修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 以必将安重罢赴之 就将无不分齿 重罢 去周人 以缴宁贿赂是承修 故承修悦之 吴岳王刘复修本朝直贡 人武 必因良官绝而命之 刘后贡献 并入拳药 求金印 预测 四兆不明 称国王 有思言 故使为天子用预测 王公皆用竹策 又 非四夷无封国王者 必皆屈从刘易 吴王如白沙关楼传 更命白沙约迎鸾阵 徐温自金陵来朝 先是 温以亲历宅前为阁门 功成 武备等使 使茶王起居 前房至王甚及 至是 王对温明与为水 温请其顾 王曰 敌前赴明 吴慧之属矣 因为温曰 功之忠诚 我所知也 然宅前无礼 功中及宗事所需多不惑 温顿守谢罪 请斩之 王曰 斩则太过 元席可也 乃席辅舟 十一月 孰主遣其汉林学士欧阳斌来聘 斌 横山人也 又前李燕愁东还 鬼卯 帝帅清君烈于一阙 命从官拜梁太祖墓 设立山险 连日不止 获叶何为 士族坠崖古死及折伤者 慎重 丙武 桓公 孰以堂修好 霸威武成树 赵官弘业等二十四均环成都 悟申 又霸武定 五星昭讨刘前等三十七均 丁四 四护国节度十里祭林铁券 以其子令德 令西皆为节度使 诸子圣医者即败官 宠官列藩 更深 为周延契丹入寇 新有 孙主霸天雄君昭讨 命王成谦等二十九君还成都 十二月 以丑朔 孙主已幼仆设张格兼中书侍郎 同平张氏 初 格之得罪 中书立王鲁柔成微窘之 即在位相用事 杖杀之 许继为人曰 张公才高而实浅 路易卤柔 他人谁敢自保 死取获之端也 孙主霸金州屯树 命王成勋等七君还成都 己四 命宣武节度十里四元 将素为兵三万七千人赴汴州 遂如幽州玉契丹 耕武 帝及皇后如张权益帝 权益大臣贡献 九憨 皇后奏称 谢佑师父母 见老者哲思之 请赴示权益 帝许之 权益惶恐故辞 在三强之 敬寿皇后拜 赴贡献谢恩 明日 后命汉林学士赵凤草书谢权益 奉密奏 自 古无天下之母拜仁臣为父者 帝家其职 然足行之 自事后与权益日前十往来问一不绝 书 唐熙 昭之士 宦官虽胜 未尝有见解者 蜀安重霸劝王承修求秦州节度使 承修言于蜀主曰 秦州多美妇人 请为陛下采则已献 蜀主许之 耕武 以承修为天雄节度使 丰鲁国公 以龙武军为承修衙兵 以害 书主以前武德节度使监中书令徐言穷为京城内外马步兜指挥使 严穷以外七代王宗碧居旧江之右 众街不平 人武 北京延契丹 后兰州 新卯 书主改明年元曰贤康 如龙节度施礼存贤族 逝岁 书主习谱王宗人为魏王 雅王宗禄为幽王 鲍王宗祭为赵王 荣王宗志为韩王 新王宗则为宋王 彭王宗鼎为鲁王 中王宗平为薛王 四王宗特为举王 宗禄 宗志 宗平皆霸君使 庄宗光圣神闽孝皇帝中同光三年 已有 公元925年 春 正月 甲武朔 蜀大赦 秉申 室友司改葬昭宗集少帝 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契丹寇幽州 庚子 帝发洛阳 庚须 至兴堂 赵平卢节度使福习至酸枣摇低以欲绝合 书 离四元北征 过兴堂 东京库有公寓戏凯 四元蝶赴留守张献取五百领 献以军心 不辖奏而给之 帝怒曰 献不奉赵 善以吴凯给四元 何亦也 罚献奉一月 令自往军中取之 第一义务节度使王都将入朝 御辟囚场 献曰 死以行公爵庭为囚场 前年陛下即位于此 祈谈不可悔 请辟囚场于公西 数日 未成 必命悔即位谈 献为郭崇涛曰 双引号 此谈 主上所以礼上帝 使寿命之地也 若知何悔之 崇涛从容言于帝 帝立命两于后悔之 献思于崇涛曰 望天备本 不祥莫大焉 二月 甲虚 以横海节度使李绍兵为卢龙节度使 名子 李四元奏拜契丹于卓州 尚以契丹为忧 与郭崇涛谋 以威名宿将陵落殆尽 李绍兵为望宿清 遇袭李四元镇真定 为绍兵生缘 崇涛身以为辩 时崇涛领真定 尚遇袭崇涛镇变州 崇涛词约 臣内典殖姬 外遇大政 富贵即已 何必 更领帆方 且群臣或从陛下遂久 身经百战 所得不过一周 臣无汉马之劳 徒已侍从左右 时赞圣魔 至未至此 常不自安 今阴伟认勋贤 使臣的解毛节 乃大怨也 且遍州关东冲耀 地妇人凡 臣既不至至所 徒令他人设职 何亦空城 非所以故国基也 上曰 身之清中尽 人清为镇化策 习取问阳 宝固合金 继而自此路 城须直屈大梁 城镇地业 其百战之功可比乎 今镇贵为天子 其可使清层五尺寸之地乎 重涛故此不已 尚乃许之 庚臣 习礼四元为成德节度使 汉主闻地灭良而去 遣公愿使何此入供 且掺中国强弱 假身 辞智慧 即还 炎帝交淫无正 不足为也 汉主大悦 自是不复通中国 帝姓刚好胜 不欲权在陈下 入落之后 信灵患之禅 郭书记宿将 李四元家在太原 三月 丁有 表魏周次使 李从科为北京内亚马步都指挥时已变其家 帝弩曰 四元握兵权 居大镇 君正在武 安得为其子奏请 乃处从科为突起指挥时 率数百人数十门镇 四元幽孔 上张申 李 久之方姐 辛丑 四元起至东京朝靖 不许 郭崇涛以四元功高位众 亦计之 四位人曰 总管令功非久为人下者 皇家子弟皆不及也 密劝帝诏之素位 霸其兵权 又劝帝除之 帝皆不从 己有 帝发心堂 自得圣祭和 立阳村 西城 关西石站处 只是群臣以为乐 乐阳宫殿红碎 患者遇上增广平欲 乍炎宫中夜见鬼物 上遇使符咒者嚷之 患者曰 陈熙歹是贤通 潜伏天子 当事时 六宫跪见不减万人 今夜亭太半空虚 故鬼物游之耳 尚乃命患者王允平 凌人谨尽采泽民间女子 远至太原 幽 镇 已冲后庭 不至三千人 不问所从来 尚还自兴堂 再以牛车 累累赢路 张献奏 朱营妇女王毅者千余人 律户从诸君携逆已行 其时皆入宫以 庚臣 帝至洛阳 新有 赵妇以洛阳为东都 新唐府为夜兜 下 四月 鬼亥朔 日有时之 书 五台僧臣会宜妖望获人 自言能降伏天龙 命封诏语 帝尊信之 亲帅后妃及皇帝 皇子败之 成 惠安坐不起 群臣莫敢不败 独郭重涛不败 十大汉 弟子业都迎成惠至洛阳 使其宇 世民朝夕瞻养 数寻不语 或未成惠 观以施其宇无厌 将坟支 成惠逃去 残聚儿族 更吟 中书侍郎 同平章是赵光映族 太后自与太妃别 常呼呼不乐 虽于顽迎前 未尝解言 太妃既别太后 意义成吉 太后浅忠使依要相继于道 文吉稍加 折不识 又未帝曰 吾与太妃恩如兄弟 御子王省之 必以天数道远 苦见 久之乃止 但 遣皇帝存卧等网迎是 五月 丁有 北都奏太妃轰 太后悲哀不识者累日 地宽僻不离左右 太后自恃得及 又御子王会太妃葬 地立见而止 闽王省之寝吉 命其子节度赴使颜汉权之君辅事 自春夏大汉 六月 人参 时雨 地苦入蜀 于尽中则高粮之所 皆不称止 患者阴言 臣见长安权圣时 大明 兴庆宫楼官已百数 今日宅家曾无避暑之所 宫殿之圣曾不及当时宫亲帝舍尔 帝乃命宫愿使王允平别见一楼已亲属 患者 曰 郭崇涛长不深眉 未恐千论用度不足 孔陛下虽欲迎善 终不可得 帝替替替 无自用内附钱 无官经费 燃油律重韬剑 浅中时雨之曰 今遂胜属一场 朕膝在河上 与良人相聚 行迎卑施 背甲成马 清当史时 由无此属 今居深宫之中而属不可得 奈何 对替替替 陛下息在河上 情敌未灭 深念愁耻 虽有圣属 不戒圣怀 今外患已除 海内宾浮 故虽珍台贤管 游绝欲征也 陛下躺不忘艰难之时 则蜀气自消矣 帝默然 患者曰 崇涛之地 无意黄居 以其不知至尊之热也 帝族命运平盈楼 日亿万人 所废俱万 崇涛见曰 今两河水汗 君石不冲 愿且惜意 以四丰年 帝不听 帝将法蜀 心卯 照天下阔世战马 吴振海节度判官 楚州团恋使陈燕谦有吉 徐之告 孔其遗言及祭祀是 夷之一要金箔 相属于道 燕谦林中 密流中以徐温 情以所生子为四 太后吉慎 秋 夕月 甲午 承得节度十里四园以边市烧米 表求入朝省太后 帝不许 人淫 太后卒 地毁过甚 五日方时 八月 鬼位 杖沙河南令罗冠 书 冠为礼不原外郎 性强职 为郭崇涛所知 用为河南令 为正不必全毫 林幻请托 书记基案 亦不报 皆已是崇涛 崇涛奏之 由是林幻切齿 河南引张权毅毅已冠高亢 恶之 浅必夙于皇后 后与林幻共毁之 帝寒怒未发 惠帝自网寿安是昆林毅者 道路泥宁 桥多坏 帝问主者为谁 宦官对属河南 帝怒 下冠玉 玉立榜略 体无完肤 明日 传照杀之 崇涛建约 冠坐桥道不休 法不至死 帝怒约 太后凌驾将发 天子朝夕往来 桥道不休 轻言无罪 事党也 崇涛约 陛下以万圣之尊 怒一宪令 使天下为陛下用法不平 臣之罪也 必约 既公所爱 任公才之 扶一启入宫 崇涛随之 论奏不已 弟子和殿门 崇涛不得入 冠境死 报师府门 远近渊之 丁亥 潜力部侍郎李德修等次无约国王预测 金印 红袍玉衣 九月 孰主与太后 太妃由清承山 立杖人官 上清宫 遂 至彭州阳平化 汉州三学山而还 以为 立皇子祭籍为魏王 丁有 必于宰相一法属 威圣节度 使李少亲素 阐释宣徽 使李少洪 少洪见少亲有盖世奇才 虽孙 吴不如 可以大任 郭崇涛曰 断宁王国之将 奸产绝伦 不可信也 众举李四元 崇涛曰 契丹方是 总管不可离合说 魏王帝当储父 魏立书公 请依故使 以为法属都统 承其威名 必曰 而又 岂能独往 当求其父 继而曰 无以易卿 庚子 以魏王 继集冲西川四面行营都统 崇涛冲东北面行营都昭讨 凤祥节度 施礼冲东北面行营都昭讨 凤祥节度 施礼冀军 盐冲东北军 转运英阶等 史 洪州节度 施礼令德冲行营 赴昭讨 陕州节度 施礼绍称冲 凡汉马不军都排陈斩酌 使兼马不军都指挥使 西京留守张军冲西川馆内安抚应揭使 华州节度 使毛张冲左相马不都余后 宾州节度 使董张冲右相马不都余后 克省使李延冲西川馆内招服使 将兵六万法蜀 仍召计新字取魁 中 万三周围巡署 都统治中军 已供奉官礼从习冲中军马不都指挥兼押 高品李廷安 吕之柔冲为王府通业 辛丑 已公布上书任还 汉林学士李延并参与兜统军机 自六月甲午语 罕见日兴 江河百川皆议 凡七十五日乃继 郭崇涛已北都留守孟之祥有剑引旧恩 将行 言于上曰 孟之祥信后有谋 若得西川而求帅 无与此人者 又见夜都赴留守张献谨仲有时 可为相 务身 大军西行 蜀安重霸劝王承修请蜀主东游秦州 承修道官 即回府蜀 做行工 大兴利益 抢取民间女子教歌舞 徒行仪寒昭 始言于蜀主 又献花木徒 圣秦秦州山川土峰之美 蜀主将如秦州 群臣见者慎重 皆不听 王宗毕上表见 蜀主投其表于帝 太后惕气不实 只知 亦不能得 前秦州节度判官 朴宇清上表几二千言 齐略曰 先帝艰难创业 欲传之万事 陛下少掌富贵 荒色获酒 秦州人砸枪 胡 帝多丈力 万众困于奔驰 郡献霸于公义 奉祥久为愁愁 毕生信系 唐国方通欢好 恐 怀疑二 先皇未尝无故盘游 陛下绿意贫离公爵 秦皇东寿 鸾架不还 阳帝难寻 龙舟不返 蜀都强盛 雄士临邦 边亭无烽火之鱼 境内有负心之急 百姓失业 盗贼攻行 西里士趋于环温 流缠将于邓爱 山河显固 不足平氏 韩朝未雨清曰 无收如表 似主上昔归 当时玉丽字字问辱 王成修妻言是美 属主思焉 顾锐意欲行 东 十月 海臣斩酌使李少春与李延江萧齐三千 步兵万人为前锋 招讨判官陈毅至宝基 称即启流 李于立声曰 陈毅建立则进 俱难则止 金大军设险 人心一遥 宜斩已训 尤士军中无敢顾望者 亦 济州人也 鬼害 属主引兵数万发成都 甲子 至汉州 五星节度使王成节告堂兵西上 属主以为群臣同谋举己 犹不信 大言曰 无方欲要武 遂东行 再道与群臣赴施 书不为义 丁丑 李少春公属威武成 属指挥使唐景思将兵出将 承使周燕因等之不能守 亦将 景思 秦州人也 得成忠良二十万虎 少春纵其败兵万余 人亦去 因被盗去凤州 李延飞书已欲王成节 李继延结凤祥续姬已溃君 不能冲 人情忧恐 郭重涛入散关 指其山曰 无背尽无成功 不负得还此矣 当尽力一绝 今溃运将结 宜先去凤州 因其良 诸将皆严属地显故 未可长驱 宜按兵关信 重涛已问李渔 于曰 属人苦其主荒淫 莫为之用 宜成其人情崩离 风驱停机 李皆破胆 虽有贤祖 谁与守之 兵事不可还也 逝日李绍称告禀 重涛喜 为李渔曰 功料嫡如此 无负荷 忧 乃被盗而尽 不淫 王成节已奉 兴 文 福四周印节营将 得兵八千 梁四十万壶 重涛曰 亭属必已 即已都统蝶命成结社五星节度使 吉卯 属主至立州 威武败族奔还 使信唐兵之来 王宗碧 宋光四言于属主曰 东川 山南兵力尚完 陛下但以大军厄立州 唐人安敢玄兵深入 从之 庚臣 已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 王宗衍 监事中王宗玉为三招讨 将兵三万逆战 从驾兵自眠 汉至深度 千里相属 皆怨愤 约 龙武军 梁次备于他军 他军安能御敌 李绍琛等过长举 兴州都指挥使成凤莲将所部兵五百来将 且请先至乔战以四唐军 由是军行无险组织于 新四 兴州刺使王城剑弃乘走 绍琛等克兴州 郭崇涛以唐景司设兴州刺使 已有 承州刺使王城普弃乘走 李绍琛等于鼠三招讨战于三拳 鼠兵大败 斩首五千级 于众溃走 又得粮十五万壶于三拳 由是军时幽族 物子 藏贞俭太后于昆灵 鼠主闻王宗勋等败 自立州被盗西走 断局薄金福良 始终书令 汉六军诸位使王宗必将大军守立州 且令斩王宗勋等三招讨 李绍春昼夜兼行去立州 书五得留后送光宝一锅崇涛书 请唐兵不入境 当举寻属内赴 苟不如约 则备成决战以报本朝 重鲍队 重鲤夕书抚那之 极丑 未王继急至兴州 光宝以子 梅 剑 龙 심 仆 胡五周 五定节度使王城照以羊 横 毕三周 山南节度使监逝中王宗威以良 开 通 徐 霖五周 皆周次使王城跃以皆周 皆将 成兆 宗侃之子也 自于城镇皆望封款赴天 雄节度使王成修与父使安重罢某远姬唐君 重罢曰 姬之不胜 则大事去矣 蜀中精兵十万 天下显顾 唐兵虽勇 安能直度见门邪 然宫受国恩 闻难不可不负 愿与宫聚息 成修肃亲信之 以为然 重罢请陆腔人买闻 扶周路已归 成修从之 使重罢将龙武军及所募兵万二千人已从 将行 周人见于城外 成修上道 重罢拜于马前约 国家竭力已得勤 隆 若从开府还朝 谁当守之 开府行矣 重罢请为公留守 成修业已上道 无如之河 遂与昭讨父使王宗睿自闻 福尔南 其地皆不毛 将人抄之 且战且行 士族洞内 归至冒舟 愚众二千而已 重罢岁已勤 隆来将 高纪兴长御取三峡 未属峡路昭桃使张武威名 不敢进 治世 成唐兵世 使其子行军司马从汇全军府市 自江水军上辖取施州 张武以铁锁断江路 季兴前勇士成州着之 汇丰大起 州挂于所 不能进退 史时交下 坏其战舰 季兴青州顿去 继而闻北路现败 以魁 忠 万三州前十一位王将 郭崇涛一王宗 碧等书 为陈立海 李绍春未至立州 宗碧弃城引兵西归 王宗勋等三昭讨 追及宗碧于白条 宗碧怀中探照书是之曰 宋光寺令我沙尔曹 因相持而弃 遂合谋送款于堂 上一章